本社環保一直是對行政戶投票的問題 市議員吳宇環在總結孫的時尊 就在一處關心台南可能發生的本社危機 包括有高雄旧收台南收入火器物 以後不正處理的情形 還有什麼塞隔英空兩座文化 唱的英文管理還有空氣污染的面穿 亦會要求持戶要提早應援 高雄文化粹因為當期 協助台南處理收入火器物 不過由去年到月開始 他們就自己處理不完 既然收入火器物 因為這樣 除了作成處理費用器材 為每一頓七千塊到兩萬塊 也沒想像萬一處理 加上三三分化如努力 每天由九百檔處理量 九幾春六百檔 也讓市議員吳宇環在總結孫 反而台南的本社危機 順問到底目前處理狀況如何 在去年九月之前 則是運送到高雄鋼山還有人物 焚化乳來做一個代為一個焚燒 至於事業廢棄物 台南市則是每天生產四百噸 其中永康焚化乳吸收一百五十噸 成熙焚化乳吸收一百噸 剩下的一百五十噸 我們都是對不對 都是到那個高雄去嘛 居長 從去年九月到現在 很多廠商一直陳情 廢棄物被環保局強制減量來做處理 廢棄物沒有地方可以去 那些本來應該要到我們 鋼山人物焚化乳代為焚燒的這些廢棄物 現在在哪裡有掌握嗎 原先我們在一百一十一年 高雄把我們代燒了 大概有三點五萬噸到四萬噸 那這個部分不包含這些民間業者 那包含民間業者的數量 恐怕還大於這個部分 那所以因為高雄這樣停收 減收之後呢 那造成一些回流的這個狀況 所以我們目前規劃一些 用打包佔制的方式 把這些事業廢棄物能夠打包佔存 等到日後我們新的紅花爐蓋好之後呢 可以有這個餘意量的時候 再把它拿回來再燒 希望共調 不斷累積的事業廢棄物 已經身為社會不定是扎大 要求環保局抗經濟的法典局 一定要想盡辦法 來發掘可能的墳設大政 記者送他們賀齒輝蔡鳳報道